应该说什么先成家后立业 还是先立业后成家 我个人认为两种都没毛病 先成家后立业的基础是 你能够明白自己的责任 你才能够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 说白了就是你对自己负责 你才能够对别人负责 而先立业后成家是什么 你先去追求你想追求的 或者大部分追求的物质的东西 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得到了一些东西 你相对成功以后你才明白 什么东西是你值得追求的 最终的东西你记着 追求的 最终的东西你记着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不管你有多少钱 不管你有多少权利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社会地位 人们追求的只有几个东西 第一当你到达一定年纪 你追求的是什么 叫做熟悉感 什么叫熟悉感 我会追求我身边的亲人 跟他们分享时间 我追求我身边的这些发小和朋友 我想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我没有任何的这个想法和经历 去认识新的朋友 因为你会知道 你的时间是到即时 是有限的 只不到你有一个时间以后 你才会明白这个道理 什么人才是真正 值得你去付出时间 爱 经历 和陪伴 就 就这些 所以 成家立业 立业成家 都没毛病 最后的结果 叫殊途同归 你一定会有一个认知 毕十 鲁 做 我 那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